四岁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请拿出悠悠科学课本1,请分开第八页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今天我们可学要上的内容是 我的舌头,小朋友告诉突变,我的舌头,我们的舌头在嘴巴里面 小朋友可以在家里拿一片面镜子,然后把舌头伸出来观察你的舌头 舌头呢,可以让我们品尝不同的食物的味道 有的东西我们是不可以品尝的,像例如铅笔,胶叉,吃,还有一些物品等等 所以小孩子不要,不要随随便便拿东西来放嘴巴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我用舌头尝味道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我用舌头尝味道 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题目 把不能用舌头来品尝的东西 画擦 我们来看这边有四个图片 这里有小朋友你们喜欢吃的棒棒糖 还有这是我们平时戴的手表 帽子 还有小朋友你们也是喜欢吃的汉堡包 我们把手表 不能尝味道的手表 画擦 还有一个就是一顶帽子 小朋友把帽子打擦 接着小朋友请翻开第九月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食物有各种不同的味道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食物有各种不同的味道 我们来看这个小男孩 他吃了有冰淇淋和糖果 糖果和冰淇淋是甜的 他尝了甜的味道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甜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图片的小女孩 他的表情 他吃他尝了 柠檬跟醋 他们味道是酸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酸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两个题目 我们来看这个小男孩 他尝了盐和酱油 这两个食物呢 是咸的味道 咸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咸 再来 这个小女孩的表情 他尝了什么东西 苦瓜 还有一样 所以味道是苦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苦 OK 今天课上到这里 小朋友再加温习功课 谢谢